大家好我是昊歡 今天呢要做一個非常特別的一集 大家都知道我今年又出了一本寫真嘛 而且是一本很特別的寫真 那今天呢我們就邀請我另外兩位寫真的夥伴來到現場 第一位就是 Mao 嗨 Mao還有Mao 因為大家一直不知道是誰 就是 小黃 好啦你這太出力了 我們等一下要進行一個快溫快答 又來了 為了要讓我們的節目有區別性 對 我們的快溫快答一定要比較特別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到一個場景人 他不是最特別的部分 特別的部分是 我還準備的道具 Yeah 特王 Yeah 然後為什麼小黃那麼興奮呢 因為他本來就知道 為什麼他本來就知道呢 因為我把它當實驗品 他雖然說有一個綁的綁帶在這邊 可是他是可以被甩出去的 所以 我們要先交代 哈哈哈 來 好白我手很值錢耶 哈哈哈 我為什麼要來上這種惡真 好可怕喔 OK然後要先開機 我現在有點緊 欸等一下 我可以打到 開機 開機而已 不要緊張 我為了要保持這個節目的可看性 我有我的刺激 這你第一次玩嗎 你買完你第一次玩 沒有那天我被電啊 那天我妹就是 我們在這邊幫愛兒慶生 然後有人就問了說 你愛你妹嗎 我說愛 然後我就被電了 好 我們要準備按喔 等一下 好難喔 為什麼我覺得他開始在漏電啊 我現在在這麻了 拍攝現場跟真實作愛的色情程度 哪個比較高 是不是覺得真實 欸真實比較恐怖 欸什麼意思我聽不懂 真實 真實跟拍攝哪一個比較色情 真實 欸為什麼 欸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樣平安度過啊 我們剛剛那題真的是沒什麼感覺 因為你要想拍攝的時候 有一個人在拍你耶 還是你們平常就是 真實的情況下 也會有一個人在旁邊看 我平常喜歡自己自拍性愛影片啊 喔是喔 我們後面不連結 拍攝的時候有沒有對 某個人有真實的遐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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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可以 我先說一下 我們三個都是火象 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是不會 說謊 有沒有真的玩過3P 有 有 有 怎麼那麼老是 有沒有玩過4P 沒有 欸我想一下 沒有 我印象中沒有 印象中沒有 印象中沒有 啊哈哈哈 我什麼時候有4P 而且我的心器快被電到 拍攝現場有沒有假戲真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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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可以表情無聊嗎 還沒有 還沒結束喔 真的沒關係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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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這不是我被講 很痛嗎 有耶 很痛嗎 有耶 欸我要追問下一題喔 不要說清楚 不要說清楚 剛剛 剛剛問題是有沒有假戲真做 下一題中有他 下一題中有他 沒有我他 好來 假戲真做的人是摸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3 2 1 4 4 欸沒有我還沒問另外一個人啊 還沒問另外一個人喔 好 再一次1 2 3 快點 假戲真做的人是小黃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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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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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放心了好 OK 哈哈哈哈 接下來要分開問 分開問 好先從小黃開始好了 好 另外兩個人選一個人當床伴選誰 黃黃 是我錯 嗯 不是 你真的拆不開欸 我也是我還是因為我的手害讓他倒電 屁啊 對 剛剛他回答過了 1 2 3 不是 選另外一個人當床伴 小黃 不是 我應該不用問了吧 我們要電換你所有信息 每次都不能用 另外一個人選一個當床伴 選黃黃 我都不想 好啦 黃黃 我跟妳說魔力良可最容易被電 真的嗎 好 黃黃 啊 啊 哈哈 投資開 我真的有中指被電 為什麼 我真的只有中指被電 還是妳最常用的中指 很久沒用了 嘴唇在抖咧 這有倒電到嘴唇 好啦 大家看我們電夠了吧 好 夠了吧 就 離不開 OK 剛剛經歷了非常盡心動魄的快問快答之後 剛剛上面只是節目效果 大家不要當真 拜託不要當真 不要當真好不好 來聊一些深入眼花 好 因為這次拍寫真其實跟我們第一次拍不太一樣 然後第一次只有妳跟我拍過 對 我想要先問某就是 妳覺得這次的寫真 這次的真從這個寫真 除了因為從兩個人變三個人以外 妳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尺度更開耶 小黃尺度超開 嗯 多開 可是明明露的都是你們兩個 我有肚臍環 雖然沒有肚臍環 都不是我 所以沒有肚臍環 有可能是妳 有可能是我 對 可是看肚子的大小也可以 第一次拍寫真 妳有什麼突破 或是妳有什麼心情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之前對於拍照這件事情 都還蠻排斥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個很不會 面對鏡頭就會整個僵掉的人 對 不過還好的是因為 因為妳剛剛有說這次不是擺拍嗎 所以就等於有點像是在演戲一樣 對 而且我覺得那個這次的攝影師 還有另外兩個同伴都還蠻會擔心的 就是引導啦 我覺得拍照引導還蠻重要的 因為攝影師不會跟你HUE嘛 就變成說我們在搭檔的過程中 就是要可以彼此知道彼此要幹嘛 不然就換個姿勢 等一下妳的腳過去就 怎麼拍怎麼拍對不對 OK 還有另外一題其實是 蠻多人問很多的 要有怎麼樣的心理準備 才有辦法去拍這麼大尺度的東西 還好我只有藝術啊 還是 可能我對我自己身材很有信心吧 想說給大家看一下應該還好 對啊 我跟你說欸 在畫面 這次的寫真有妳非常明顯的乳頭欸 我乳頭很美吧 我沒有要秀上去 大家自己去拍寫真看 超煩的 那妳們為什麼會答應我這個拍攝啊 我就一直被半紅半片啊 我也是這種感覺 是嗎 而且妳們說為什麼找小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其實在去年大概十月還 就是十一月的時候 我問我朋友現動問大家 就是有沒有人想要拍這樣子 我說因為如果沒有人要拍 每次都拍某個叫大家會看膩 結果大家都看過膩 然後還有很多人留言小黃 然後我也會說小黃有人要看嗎 然後很多人都說要看 然後這個是因為每人報名 所以他們兩個只好將就來配合我拍的這個鞋子 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拍攝的心境 因為我之所以也會想要再拍第二本 其實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表演這件事情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戒指 然後或者說拍YouTube是個戒指 我覺得拍照本身也是個戒指 然後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些作品去 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或是感受 或是說我想要給觀眾的視覺上的衝擊 然後我也想要鼓勵女生 無論你是異性內容還是同志 就是女生是可以很勇敢的做自己 跟很勇敢的展現自己的情慾跟身體 對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因為我覺得 男同志寫真超級多 對 然後女同志沒有辦法 嗯沒有辦法 然後我也相信可能很多人想做 可是沒有這個管道都是機會或是這樣的支援 然後我自己剛好喜歡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來做看看這個東西 然後第二本跟第一本很不一樣的樣子 因為第一本還是比較在我個人 大家如果買這次的珍寵的話會發現 這次的照片裡面不是只有我自己 而且你會其實你會搞不太清楚是哪三個人 就是到底現在是誰的身體 然後到底是誰 除了看到小黃的手臂會知道 OK這是小黃以外 但是你會不太知道到底現在誰是主角 誰是配角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比較像是女生在交往的感覺 就是我們之間可能沒有這麼明顯的 公跟母的這樣子的角色 然後加上這次是拍三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比較多元的組合 就是大家可能會對我的印象就是比較像部分 然後對小黃的印象可能就是T 然後對Mo的印象可能就是P 對可是在這個畫面當中的呈現 你會不知道到底誰在扮演什麼角色 對 但是你會覺得那個畫面是不會衝突的 雖然說你不是第一次拍 但我們第一次拍成這樣 所以想要聽聽看你們 這一次拍攝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的心急 無論是尷尬還是死 然後你中間是怎麼轉換的 嗯 我平常外表就是大家都覺得比較陽剛 對你們可以從照片裡面看到他陰柔的一面 對真的欸畫面出來我真的覺得 欸因為我有這麼女生的一面這樣 而且你不是說原來我有這麼漂亮的一面 我就會想要揍你 哈哈 視野蠻漂亮的 你知道很多人看到那個書籤以為後面是你欸 因為他覺得那個臉是很女生很秀氣的 嗯哼 那個臉就看起來不像他那麼粗獎的樣子 拍照的當下 攝影師也有 就是也有 給我很多鼓勵 就會說什麼 很漂亮 漂亮 好 OK 拍完之後 就我真的就覺得 對我自己的 身體好像有種 大解放的感覺 真的假的 對啊 就覺得我現在走出去 彈胸肉我好像也沒所謂 不行 他被抓 他被抓不可以 發派風化 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景點 嗯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對 因為其實我後續會再繼續拍啦 雖然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說 應該不會再出女女的寫真 但是不見得一定要是情緒嘛對不對 但是還是很希望可以有多一點女生 可以加入這個行列 然後目前就是目前計畫中其實 還有下次的拍攝也是一個一個女生一起拍 然後他就是網路上跟我報名的這樣 然後他還蠻特別的也是期待他之後的作品 那你咧 你這是拍攝的過程 其實拍攝那天真的好早喔 然後就很嗨 然後就拍拍拍 然後還猥褻攝影師 就是我們在浴缸拍攝的那一幕 然後攝影師就拍拍拍的時候 不想要壓到那水龍頭 然後那水龍頭就噴水出來 然後我就說 啊你現在拍我拍到X了 超糟糕的你 為什麼女生不能猥褻男生 而且我覺得這個攝影師很好玩 因為攝影師其實是異男 然後我們三個之前就是有開一個群組 然後我們跟攝影師一起討論 就是要準備什麼東西啊 要拍什麼樣的場景 大概先看風格嘛 然後攝影師就說 那請你們幫我準備什麼絲襪啊 指甲油啊 然後怎麼樣 然後我們直接說 No 女同志沒有在搞這些東西 我看一下彼此手掌好不好 專業的女同志 因為攝影師以前有拍過別的女女 可是就是異性戀女生 就是異性戀女生 但是拍起來感覺差很多 對所以就告訴你 把A片都是演假的 我覺得女同志 A片要找真的女同志是演員 還是你下一本開始做女同志A片 等一下我寫真都賣不好 你要做你的A片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你在女同志界 算是一件霸的老闆 對 你在女同志界算是一個 扎梯 不是啦 就是我們三個都算是 大家可以至少認得 不見地叫出名字 無論是同志運動 或說在我們圈子裡面 都一直在努力做一些事情 那你們自己對於 無論是我的寫真 或說女同志寫真 這件事情本身 有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呃 女同志寫真 其實有很多人 喜歡看女與女之間的畫面 而且我之後 跟很多人訪談之後 發現反而很多異女喜歡看 反而同志的女生 反而就會覺得很害羞 對 就我身邊的朋友的觀察 還有聊過之後 其實女同志還是比較偏向 比較武門青的風格 對就是比較唯美 你們有看過那個 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嗎 我們不是說有黃色 最溫暖的顏色嗎 欸對 對 因為它裡面很經典的一幕 就是他們兩個女生 在做愛的畫面 對 而且很直接 其實那一幕 那個場景 在很多的女同志 心裡面都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對而且 是不是看那一幕的時候 心裡都很淡 我個人是覺得 女同志 輕色寫真跟 比較藝術類的 愛情動作片 其實很有發展空間 只是大家不會那麼 快 不會那麼快 然後不會那麼 很明像男同志 那麼明顯的去表達他們的 可求的那種欲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以慢慢的發展 好啦 希望發展起來之前 我覺得大家要做自己 不管你在女同志裡面 的性取向是什麼 因為我們身處的地方 真的非常的自由 所以大家真的要努力的做自己 然後讓大家看到不同 就是性取向的女同志 對啊 讓大家多認識女同志 不要有刻板印象 女同志很無聊啊 女同志長得很醜啊 不化妝啊 之類的 誰當很醜啊 而且我最近發現 即便是很多友善的異性戀啊 他們就是女同志的統稱都叫T耶 到現在還會耶 大家都說 欸你是T喔 我不是啊 你不是喜歡女生嗎 對我是喜歡女生 可是我不是T啊 就是很多還是有這樣的想法 對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東西 就除了女同志可以買單以外 可能也可以 就是反映到 就是異性戀的市場裡面去 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 就可以對女生的女同志 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認識 對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一次的寫真 但是寫真呢 它是用A3整個印刷 印刷 但折銷也是A4 採用的方式我們也沒有要有裝訂 所以它其實打開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張一張海報 我想要印一張大張 然後貼在我幫人的廁所裡面 唉 這樣會不會太刺激 不是這樣子人會一直等不到廁所欸 哈哈哈哈 然後除了寫真以外呢 這次也有出非常大的海報 而且這次海報非常特殊 它也是全擺的一張紙 所以如果你很怕你買寫真 被爸媽看到你就買海報 所以把它戳熱嗎 不是不是 我們是用紫外光 所以你為什麼偷虧感 就是你在看那個畫面的時候 你會感覺很像一看監視器 一點點看 因為它很大張嘛 所以每次都可以局部看點 局部看點這樣 完全不會被發現 而且我們有附紫外光 可以 很棒欸 可以放一個那個在廁所嗎 欸是 有沒有然後你就是 如果要進去要看 就是要跟你借那個紫外光 啊借是五百塊 哈哈哈哈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我要在那邊享受這個五百塊 然後就說了很久 這次寫真呢 購買方式 目前在3月14號之前 可以在嘖嘖的集資上面去做訂購 在3月14我的新歌發表和寫真 發布會之後呢 寫真的購買方式就會在 Capsule我們官網的網站上面去做販售 希望大家可以買來看看 好啦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對於我們今天的影片 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對我們這次的寫真 要什麼樣的好奇 歡迎大家在那邊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NEO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要下回見囉 掰掰